年底選戰白熱化 尋求連任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完成登記 正式對決林佳龍 以無黨籍身分 參選台北市長的黃珊珊 正式初級 強先端出建設牛肉 主攻居住正義3.0 30年內台北市要汰換掉 將近幾千棟的四五樓公寓 該做的事情就是要做 同樣跳脫黨派 參選桃園市長的 前民進黨立委鄭保卿 也選在九月一號登記 前副總統呂秀蓮 偷罵民進黨用黨派綁架選民 有投票權是一千八百多萬 有隸屬於任何政黨的只有6% 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是獨立選民 你為什麼要被政黨綁架呢 更炮紅蔡英文2020連任後回任黨主席 根本兩邊全力一把抓 早就不是過去的民進黨 沒收黨內初選 以前是欺負黨員 最主要總統兼黨主席 你治國比治黨重要 但是常常兩手一抓了 到選舉的時候是國家大事都不管 統統去選舉 更扯的是還要全黨力挺抄襲的林志堅 犯了錯至今還不道歉 最可恥的是人都會有犯錯 犯錯的人還在逞強 還在鑑仙 已經都證明你作假了也沒有道歉 全黨還出來力挺他你要還清白 你把全台灣人都當傻瓜吧 你們這些要選舉的人 李毅蓮都為執政黨 你現在是要顧台灣還是顧你自己的政權 執政黨不分青紅皂白 無黨無派得站出來要力拼年底這一仗 記者與盛行林佩傑三區小組台北桃園採訪報導